那好 四离两合合 四合合就是所谓的六合径 申与义戒建立 申和同住 与和无争 义和同月 戒和同守 剑和同解 利和同军 戒建立 申与义戒建立 这六合 这就叫做四合 四向上的合 身体住在一起 语言上面没有争论 意念上面没有 你不甩我 我不甩你 我们住在那一起 老死不往来 我不跟你讲话 这样子也不四不合 住在一起 老死不讲话 多看到他一眼 我就少吃一碗饭 看了就生气 糟糕 那就意不悦 要不然讲起话来 两个就吵架 互相让 这是口和有真 口不和 那再来就是 气起来了 包裹一周 走人 那就生不和同住 这样就四向上不和 戒 你守你的 我守我的 谁什么你的我的 哪不得释迦佛有两尊 要两种戒 大家就要同守 同守就同送戒 我参禅的 你们是学戒的 你们去送戒 我参禅的我不送戒 哪有这样子的 那不然当年怎么做比丘的 做比丘尼的 你参禅是你的修行嘛 很好 但是送戒就要一起送啊 学戒要一起学啊 你有饭 那你就参呗 就这样了 这叫戒和同守 懂吗 戒和同乐 戒和同乐 与戒和同姐 戒和同姐 对大称法没有疑虑 对戒律的价值意义 没有 大家没有什么看法不同 要有什么 实践上面的强弱差别啦 大称法的细节上面的 有无之真啦 那没关系 这个是个人看法 稍有不同 这没关系 但是基本上认同要一样 要同姐 那么再来就是 立和同君 立和同君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一般来讲是人家做方丈和尚的 人家接受供养 他会分给大家 大家要供养 供养常住法师 那么常住法师呢 这个大家都立和同君 大家有红包 没分大小 就这样叫立和同君 你有一碗饭吃 我也有一碗汤喝 我们不会说你有我没有 这样就这样 在这里的操作上面 就要避免小圈圈 避免小集团 懂吗 我跟他比较好了 我不敢让你听到我们私下讨论个什么 最后做个决定 我就来下决定 那这样子就 除非是干部 干部会议就干部会议 大众会议大众会议 那干部的干部 是什么阶层的干部 主要大干部 还是全体的干部 还是全体的出家人 这些有一个事情分大小 但要开会之前让大家知道 现在是干部会议 你不要看我们在咬耳朵 没有 我们就正式的开会 但是是属于干部的 那就干部 那属于全市大众的比丘 比丘尼的 那就比丘或比丘尼开 看事情大小 可以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立和同君 懂吗 那这样子叫做适和 那么礼和是什么呢 我们同政无违法 你看过 阿罗汉名为无真嘛 对不对 无真就是和和了 同政无违 那阿罗汉还会争论 还会吵架 不会 但阿罗汉见解不一样 所以才会绿分五步 阿罗汉为什么见解会不一样 因为阿罗汉不是佛 不是正片子 不是明恨族 他有他个人的 对于法的好要 跟法的强弱认知的不同 他不是佛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大乘佛教一定是 一定是佛所说 为什么 因为你要相信哪一顿阿罗汉讲啊 没用的啊 因为阿罗汉的见解还是会不一样 他们连戒律的见解都会不一样 都会这样 所以当时根本分裂的时候 有分大众部跟上座部 你看这叫号称分裂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但这两群人各有阿罗汉 你看 可见阿罗汉的见解不是究竟的 才会有分别 如果大家都究竟了 都同在那个山顶上 那怎么会分别呢 听懂吗 这就证明了 身文教法根本不用讨论 你不能说没有大乘法 这样就直接证明了 阿罗汉的差别像就直接证明了 他与佛不同了 那既然相信阿罗汉不等于佛 佛有时实力是无畏 是阿罗汉所无 这身文法也接受的啊 那你既然接受这样 你就知道有佛强过阿罗汉了 是不是 所以有佛的法 阿罗汉的法是不一样 唯一一佛圣的大乘法 一定存在的 怎么会说 大圣经不是佛作的呢 这么简单的逻辑 千万不要做棒法之人 那么好 这就是礼合 是礼两者皆合合 这就是申保 注释 那么我们礼合不来 礼不能完全的完全 因为我们还没有同正无为 在礼的合合上 是还没那么明 那么具体 但施合合至少做到 所以说 住一生团是一种持戒的态度 就是这样 你一个人住 你很难展现戒的庄严 好 我们这段讲完就下课 那么法戒清净床 为众生明灯 这就是法戒当中的唯一清净床 你说 圣人啊 开悟啦 没有错 但即便是开悟 他还不会写两个字 开悟 绑在头顶上 让你知道他是开悟的 当年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 祭滇禅师 他是开悟者 有谁知道 早年的那个金山活佛 在缅甸那里 绕到金山那个 缅甸的那个大塔的时候 连工人都认为 他们是一个中年比丘 傻傻的天这么热 居然在那里绕塔 也没人认为他是开悟的圣者 结果他神通知道 这几个人可以渡了 就跟他讲 我给你淘水喝 那几个工人是做水泥的 他就想到 这个师父要师父头脑怪怪的 我们玩弄他一下 就怎么玩弄他 就把那个水泥水 整桶 跟他讲 有啊水在那你喝 他就真的拿起来 哇这么大一桶 喝下去肚水没涨起来 也没人晕倒 把那几个洒不溜兜的那个工人 吓到屁股尿流 马上跪了球颤尾 你看看 圣人就在你眼前 你也看不到 是不是 所以说 清净床 不是依圣人不圣人看 是依戒律看 懂吗 懂吗 你看过清潮活泼的一些像没有 看过没有 我告诉你 矮矮的也不顶高 在路上走 我告诉你 搞不好你还 你还不会跟他顶礼 我告诉你 矮矮瘦瘦 脸倒是内敛 很女锐 我看过他的相片 我看过他的相片 是这样啊 所以他走在街上 我告诉你 很多人不会跟他顶礼的 因为他不够老 矮矮瘦瘦 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你怎么会觉得他清净 你不觉得老比丘一个而已啊 就这样而已啊 懂我意思吗 所以能清净的 就是你那个慈戒的 详续的什么 戒想戒行 你才能让人感觉是清净床 这僧人的庄严在这里 这个还不是一个 是一群 一群人 听戒 学戒 诵戒 忏悔 持戒 庄严 哦 这力量就大了 清净床 床是什么 床就是那个 吊在旁边的那条 意思就是说 让人感觉到什么 法床高举那种感觉 众生就会起庄 恭敬 就会护持 那佛法就会流通出去 就会被人家随学 那就会兴盛 所以说 僧人的持戒而共住 是住持佛法最有利 最直接 而且真正有效 还不是所谓的一个人的开悟 当然我们希望开悟的人多一点 没错 但终究 还是要以持戒的床项 来流传世间 所以戒律这么重要 对佛法的住持这么重要 任何时代 任何时期 你所谓的要恢复佛法 无非就从戒来 不是从开悟来 我还再说一遍 不是我亲世开悟 我渴望开悟 渴望了要死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讲的是住持佛法 目的不同 开悟是个人的死 佛法的住持是床项的流传 才能让众生生欢喜 这样了解意思吗 是这样 像我们造场 今天这样传戒 这么庄严啊 怎样 那一定有很多众生 很多居士欢喜来护持 平常他不一定这么护持啊 因为他没什么姻缘啊 那今天看到这么多人 在那边学戒 听戒 学威仪 他就觉得 哦 佛法会兴盛 你也没有放光动地啊 你也没开悟啊 但是因为你床项清静 合合在这里共学嘛 人家看了就知道了 所以住持世间 以清静的外向 为有力量 了解吧 是这样的叫做 法界清静床 这样是这种清静床 一起来 众生就会随学 就会恭敬三宝 因此心就会被调柔 因此心就不会刚烈 诺夫立啊 诺夫也会立 那刚者柔 也会柔化 那当年呢 当年那个 那个那个 儒家的一些 一些大儒士啊 他曾经去 去参观那个 金山高明啊 什么大丛林 那个丛林里头 中午过完 过堂吃饭的时候 几百几千人吃饭 从进来到出去 掉一根针 在地上都听得到 把那些儒家的人吓坏了 他说 这真正的礼仪 原来在佛门里 这是他沾光的说法 才不是这样 不过至少降服了 他的傲慢 什么叫真正礼仪 礼仪是从内心里 流露的合一之行为 这是在佛门里才有 什么叫做真正的礼仪 还有你来定义吗 这个我才不接受 不过就是 至少让感觉出来 他吓到了 他恭敬 他觉得佛门不简单 不需要军队 不需要枪炮 不需要要求 不需要任何的规格 强制 几千人吃饭 掉一根针在地上 都听得到 你看这怎么来的 来自中国四面八方 大江南北 能这样 凭的是什么 就是清静床 戒律的威夷 了解吗 所以这是在注持佛法 所以这样子 是不是能够柔化众生的傲慢 我直颠倒无名 对不对 所以为众生的名本 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持戒 是注持佛法 弘扬佛法 最快 最直接 最根本 也是你参罪 求愿 最快 最根本 那么你会犯戒什么 未来你一定会犯戒的 受戒一定会犯的 没那个受戒不犯 但是呢 要具足清静 忏悔心 惭愧忏悔心 那这样 你每忏悔 你就清静 连清静就能注持 每一天你可能犯 但你也可以重新再注持 因为你具足忏悔忏悔 你重新听懂我的意思 你愿意去注持佛法 有这个心 你就是持戒庄严 半月半月送戒 半月半月清静 那你永远能够注持佛法 那这样 任何地区的佛法 都只要有这样子的概念存在 就是能够弘扬佛法 那么以上呢 是别里三宝 有这个生意 加面呢 别占戒律 我是想讲下去 但是时间到了 我看你的脸 已经快受不了了 所以 所以讲的人很高兴 听的人很痛苦 这也不行 所以呢 还是怎么样呢 向下闻常 赋予来日 就算了 谢谢大家